謝謝 謝謝 好軟 因為我教學 因為我比較習慣站起來 這樣會比較好 綜觀全場 不是 比試全場 你們這群小Lolo 那真的有聽過 我認識有一個人 你平常都這樣 他喜歡站起來 然後嘲諷全場 你平常都這樣子嗎 對 站起來放話 然後這遊戲有三個主要的國家 義大利、法國跟美國 OK 你不是說三大強權 然後這三個主要國家 欸等等等等 就這三個陣營其實軸心就是德國 一開始是德國跟義大利 西方的話是英國、法國跟美國 然後蘇聯就是蘇聯 OK 那三大陣營有三個 就是三個強權就是三個代表 剛剛所說的三個強權就是 就是他的三個代表 蘇聯、英國跟德國 是他們其中的強權 那其他三個是主要的國家 OK 那也就只有這六個國家有他們的部隊 嗯 你可以看到 好那我再講解一下地圖 好那這個就是這核這些都是邊界 那這邊界限制是做什麼樣的 我就是待會 你要進去打人家 或是從這個交戰地拖離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限制 然後之後我會仔細講 他有分森林啊 河流啊 還有海峽之類的 然後像這顏色 有些像這顏色就是英國 這個顏色就是法國 蘇聯 然後這個就是德國 灰色 然後這是義大利 他這是他們的本國的領土 OK 然後再來有一些是他們所屬的殖民地 他顏色會比較淡 像是這一個 他是法屬的北 對他是殖民地 他顏色就是比較淡 像是敘利亞 也是法國的殖民地 像是印度啊 蘇伊斯 埃及啊 這種的都是英國的殖民地 還有這個包括植布魯陀 馬爾塔 都是他的殖民地 顏色會比較淡 然後在地圖上 有沒有看到這個圓圈 這個圓圈 他有分主要首都 吃藥首都 關於一般城市跟鄉政 都在這邊 OK 那像這種畫三個圓圈 就是他的主要首都 那這個就是德國的首都 柏林 這個就是蘇聯的首都莫斯科 那這個就是他的首都倫敦 OK 好 那畫兩個圓圈畫 就代表他吃藥首都 吃藥首都 那像是霸國 他的首都就是巴黎 他也是吃藥首都 像美國的首都就是華盛頓 法國的吃藥首都是巴黎 像法國的主要首都耶 沒有 那只有三個圓圈主要首都 只有三大強圈 OK 那像其他的 他這個吃藥首都 其他主要國家吃藥首都 就是他的首都 那強權他有他的吃藥首都 你把它看成一個城市就對了 OK 好 然後再來像是有些像是這個 OK 有一些像是這種 畫個圓圈的 這種都是鄉鎮 或是城市的 那這個就是他的首都 一些小勢力 我剛剛講都是主要跟強權 那像其他一些西班牙的話 都是一些屬於中立的那種小勢力 OK 那他們的首都 就是他們城市比較大 就是他們的首都 像他波爾安 這是他的首都 華沙 城市首都 那像是羅馬尼亞 這就是他的首都 OK 那像是南斯拉夫 這個就是他的首都 OK 以此類推 就是這些小勢力的話 就是如果他只有一個城市的話 他就是首都 如果有兩個城市 比較大的就是他的首都 OK 好 再來有沒有看到 那邊畫了三個圈圈的 這代表他的人口值 像他這個畫三個圓圈 就代表說他是三個人口 OK 這畫兩個圓圈的話 就代表他是兩個人口 那其他的包含這個 都是一人口 那有一個像是 這個 他不提供人口 像這一點黑的 他就不提供人口 OK 那像有些像是三角形 那三角形是什麼 Resource 就是支援 就是類似那種像石油 鋁礦的 這種的 就是要支援 像是這就是一支援 一支援三支援 OK 好 那還有其他像是海峽 像是有一般 這就是海域 好像這就是大洋 他有分大 大洋就比較會花移動力 那就是一般的河 海洋 OK 那這遊戲中 紫色的區域 不能進去 用不到 OK 這紫色的 都不能進去 有時候都不能進去 除了一個 有一個例外之外 其他任何時間 這都是禁止通行 紫色的 都是禁止通行 OK 那地圖我大致講解到這邊 OK 那我接著開始講解遊戲的流程 然後請看防住表 這裡 然後一開始 一開始是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之後呢 一開始會check勝利的條件 那這遊戲有幾種勝利的方法 第一個打到25分 第二個 這個 這個分數 我之後再講 沒有那麼直觀 OK 再來第二個 打到軍事勝利 第三個 如果沒有打到中途獲勝 那就是第十回合 結束之後呢 就比分數 就是金巨霸選獲勝 那分數怎麼看呢 分數有幾種 有沒有看到這遊戲有三個 這個是工業 這個是人 POP是指人口 USOX是支援 OK 那一開始 支援和平的話 他不記錄 他不記錄 他宣告戰爭的話 會翻面 這黑色底的就是你宣告戰 處於戰爭狀態 OK 那很簡單的講 如果你是處在戰爭狀態 分數就是三個當中 最低的就是你的分數 比如說像這個的話 就是六分 他就是七分 就是三種支援取最低 嗯 就是你分數 再加上 你免原發原子彈一階 那這技術之後再講 免原發原子彈一階 就是一分 再來 你每佔你一個主要 或是吃藥首度 一個兩分 OK 然後再加上 你們處於和平時候 會抽所謂的和平紅衣 這後面都有分數 OK 那這四個分數加起來就是你的分數 OK 那第二種獲勝方式就是軍事勝利 什麼叫軍事勝利呢 這是你佔領玩家 不管是誰的 比如你佔領一個主要吃藥 或是佔領兩個吃藥 或是佔領兩個主要 就是一個主要加一個吃藥 任意搭配 你只要一佔領的話 你就立即軍事獲勝 軍事壓制勝利 比如說佔領別人的 對別人的 比如說你佔領他一個主要 佔領他一個吃藥 這就是勝利 或是佔領他的吃藥 或佔領他的吃藥也可以 或是佔領他兩個吃藥也可以 OK 就是要佔領一個主要加一個吃藥 任意搭配 只要是對方玩家都可以 就是軍事獲勝 再接著原子彈獲勝 原子彈獲勝 我倒技術再講 因為他比較稍微複雜一點 OK 好 所以大致上就是分這幾個勝利 第一個check勝利 就是check你的分數有沒有達到25分 如果有達到25分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攤開說 我已經達到25分了 那就遊戲就是你獲勝 OK 那在這個check遊戲勝利的時候 分數他也會收到封鎖的影響 也就是說你的資源會被封鎖 那以封鎖的那個分數來判定 比如說原本人口在這邊 但是你因為遭到人家的貿易封鎖 你的資源人口降到這裡的話 是5分 他這標籤的意思是說 沒有被封鎖的人口的字 OK 就是 這遊戲判定就是說 要以沒有被封鎖的人口的 就是資源當中最低的才是你的分數 你有達到25分 這時候你就可以說我就是獲勝了 經濟獲勝 OK 再接著會重啟排庫 每回合固定一定都會啟排庫 包含啟排庫 每回合都一定重啟排庫 OK 再來 接著如果你處在和平的狀態 一開始三大陣營都是處在和平狀態 OK 處在和平狀態的 你就可以抽這個分數 人家講就是和平紅利 和平 就是你處在和平就可以抽分數 背面都有分數 0 1 2 最高2分 2 有1分 有0分 也有2分 比例咧 比例的話 32個千 16個0分 12個1分 4個2分 OK 就是抽分數就對了 OK 然後再來就是決定回合順序 回合順序就隨便找一個人 指一顆骰 比如說4 4的話請看這邊 這彈開了 有沒有看到這個 5 6 7 這個的話就是你們的順序 就是說直到4 OK 就是由你先開始 這樣子 但是如果直到1就是這樣子 你看旁邊的 三角形 就是決定你們的順序 OK 那這樣子一開始是第一個階段結束 這比較簡單 來第二個 生產 生產階段 那就開始生產買牌 或者建造部隊 OK 請看那你們的生產力怎麼算呢 生產力的話 就是看我們三個當中最低的 就是你的生產力 那如果你是處在和平時期 不看資源 這是和平面 這是和平時期 你不用看這個東西 資源不用看 除掉這個之外 最低的 就是你的生產力 比如說它 最低生產力是多少 11 那下你的話就是9 它西方的話就是7 OK 生產力和能量 大概做什麼 第一個建造部隊 會增強你部隊戰力 OK 那部隊就是這些 這就是你本的部隊 OK 那我先介紹一下部隊 那 好吧 它上面都是北約符號 我大概講自己一下 OK 請看我們的這張表 OK 這張表 OK 像是這個就是要塞 F的就是要塞 再來就是飛機 就是空中部隊 Air Force 再來這個是海軍 這就是海軍 再來這是航母 一個艦隊加一個飛機 就是航母 再來這個就是 潛艇的話很明顯 它有個白色的外框 這就是潛艇 然後這打岔就是北約符號的步兵 北約符號的 這個畫圈就是北約符號的坦克 OK 然後最後一個是護航隊 我之後再講 這就是你的部隊 OK 部隊之後上面不是有個原點 原點就是代表我們的戰力 也是你的血量 OK 當你執行攻擊或是防衛員後 你上面有多少個點 就可以直說討克骰子 OK 那它也是你的血量 比如說你損一滴血就會轉面 變比較少點 沒損一滴就轉面 沒損一滴就轉面 那當然如果只剩下一點 受到傷害就直接被消滅 OK 所以部隊上面它 環繞的那個原點就是你的戰力 也就是你的血量 多少點就指多少顆骰子 也就是你多少血量 那生產的話 生產的話 那怎麼生產的話呢 生產的話你可以建造新的部隊 或是在你原本就已經存在部隊 加一點戰力 OK 好 比如說你可以畫個一點 我就直接造個部隊在這邊 我直接攤開來好了 那我記得通常這遊戲是這樣隱藏的 不給人家知道的 部隊之群 OK OK 那這對 那我是因為我先教學 你就先攤開 沒差 對我先攤開教學 OK 背面是什麼 背面的話就是你坐在這邊 人家都不會看到你的部隊戰力 那我這因為是教學 我直接先攤開 OK OK 那建造部隊你就是 建造一點 一點血量戰力部隊 或者是你原本在場上已經存在有個 有部隊的話 你可以把它調升一點 你不能連調升兩點 就是每次增加 只增加一個部隊 對只增加一點戰力 就新建一個 或是原本的再加一點戰力 當然滿的就不能增加 OK OK 那造部隊怎麼造呢 OK 好了 那 強權的話 像是德國 我們造部隊的話 就是 只能在他的本土造 造任意類型的單位 OK 那當然 海軍的話 就只能造這種比較靠近沿海的省份 OK OK 然後再來呢 像是英國嘛 英國是這種顏色 紫色的他就是造 他的本土就是這三個 包含加拿大 記得喔 加拿大 本土 那 蘇聯就是這一團 紅色的 只能造在本土 OK 那如果 本土是可以造 任意類型的單位 那如果不是本土 比如說是在其他 以後呢 或陸續或許其他國家 都會變成加入你的陣營 那其他的 其他的 除了本土 其他的我們都只能造藥塞 F就是藥塞 每個區域 就是每個省 每個區域都只能 一個商店只能造一個藥塞 OK 都每個地區只存在一個藥塞 OK 好 那像是 比如說法國 法國單位 所以法國是這種 像法國單位 他就只能造在法國上面 OK 那他的殖民地的話 或是造在他的殖民地 那殖民地 那殖民地就只能建藥塞 OK 那強權的話 他的單位就造在他這裡面 OK 那 接著他只要是 他自己陣營的 都可以建藥塞 比如說他也可以建藥塞 在 大鼠的北非上面 OK 好 所以當時上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緊急一點就是說 你造單位 造任一類型的單位 只能造在 該國家的本土領土上面 那像法國就是發炸這邊 德國就造這邊 英國就造這邊 OK 那 海軍是 造在領海的海上 還是造在這裡 造在這邊 把它就像 我們想說類似 先造在港裡面再移出去 對對對 好 這樣就好了 對對對 OK 那基本上建造就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 買牌 一點生產力 你可以買一張牌 牌有分兩種 這一種跟這一種 這種叫做行動牌 行動牌之後 你看行動牌有這兩個 OK 這兩個是在外交時候用 你可以這場 說我對蘇聯用外交 或是對拉丁美洲用外交 OK 這是在外交時候用 一個牌有上下兩個 OK 這是有兩種選擇 二選一 OK 那中間的命令 只是在你行動階段 命令部隊時候會用到 OK 那待會我再細想 OK 好再來還有一種牌 叫做投資牌 投資牌有分技術 技術有上下兩面 你可以研發技術 然後中間工廠則是 你可以提升你的總工廠值 一張牌兩用 每個都是一張牌兩用 這裡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特殊牌 特殊牌是說你打出來 直接發動它效果 OK 像是他說你在 如果你在1938年之後 你可以在這六個技術裡面 挑一個研發 坦克跟飛機可以選一面升級就對了 對 那怎麼升級我之後再講 每個安排都一牌兩用 OK 那簡單講生產作用 生產階段就是買牌 或者是招部隊 就是這樣子 好 那就是按照我們這個回合順序文 像就是你開始先生產 你生產完之後再換它生產 那它生產完之後再換它生產 意思類對 請記得你剛買的牌 一開始你買的牌是牌面向下 不能馬上加入成為首牌 等到你結束了之後 你才可以拿起來 然後下個回合才能用它 然後下個回合才能用它 對 就是馬上就是說 當下你買的時候 就是要先蓋子 還不能看 等到你結束了之後 你才能拿起來看 OK 好 那生產階段就這樣跳過 OK 好再來 政府 政府階段 那政府階段很簡單 就是開始做外交 有幾種作用 第一個好像這樣簡單的 好的 第一個 這個行動牌上面有上下兩個國家 OK 你想對某個國家做外交 你就不要說 我打出來 就打在你面前就好 你就打在你面前 我說 希臘 OK 那接下來就換另外一位 就繼續打 繼續打 比如說我就從手牌當中打 我就是西班牙 OK 意思類推 那如果你打出來牌 比如說他場上他已經有西班牙了 那我還打西班牙 那都會 就是直接雙方cancer掉 OK 如果他場上有兩個西班牙 那我再打一張西班牙 那就cancer一張 以此類推 OK 好 那有些公用牌就是打出來發動 這個就是公用牌 好 那沒關係 他有不懂會講 打出來就直接發動上面效果 他就直接丟掉 嗯 那其他的像是就要把他在面前 OK 那這些是要做什麼用呢 這些就是來類似那種搶國家 讓他加入我們陣營搶地的概念 好 什麼意思呢 在這個run 他一開始打在面前他還不會結算 他是等到你這個run 最後才會結算 那我就先講好了 OK 你場上沒有一張牌在面前 比如說我在希臘有一個 你可以這邊增加一點影響力 在這邊 在這裡 OK 這個是控制 這個是影響力 OK 你場上有一張牌 就是一點影響力 還保留著畫的 就一點影響力 OK 兩張就兩個影響力 三個畫就以上 以此類推 那這有什麼作用呢 首先如果你 他這國家 這影響力標記是放在他的首都上面 有一個一點影響力 你可以獲得他的人口跟資源 你們彼此成員合作關係 你可以獲得他的人口跟資源 立即調整 比如說他一點影響力 他你就獲得一個人口 一個資源就在這邊做調整 OK 但是記得他沒加入你 他也是中立 你不能進入他的領地 人家也不能進入你的領地 OK 那接著如果有兩點影響力的話呢 他是你的保護國 那保護國有什麼 就只是 一樣你可以獲得他人口 他的資源 人口跟資源 那只是多了一個條件 就是說 如果其他玩家 對你的保護國 宣告侵犯中立的話 他也直接對你宣展 那他就直接變成你的衛星國 你就直接就是 你就獲得這個國家 一隻那一堆 OK 那第三個 如果你在這邊投入三點以上影響力呢 OK 那你就實地 他就變成你的衛星國 他就實際加入你的 OK 他就變成你的領地 他就變成你的領地 然後你都可以自由的通過 OK 接著如果你 靠外交 把他變成你的的話 那你可以免費 免費直接 免費一個部隊在上面 升部隊上面 你自己挑一個強權的 然後根據他的造極值 他的造極值是在這裡 我直接講一下 他造極值 像這個造極值就是三 免費的 你就直接擺一個三在你的部隊上面 這個兩個圈的話 造極值是二的話 你就直接擺兩點站立 這就是一點站立 你就直接挑你喜歡的類型擺上去 OK 那他從此就是你的 然後以後 只要這個 誰控制這個國家 那以後大家都不能對他做外交 我們就把它想成類似 就類似那種搶遞概念就對了 OK 好 那基本上那個第一個作用就是這樣 OK 然後第二個作用 中間這個是在行動階段 他命令才會打 他不在這階段打 OK 所以我直接跳舞 再來第二個研發技術 有很多種技術 那技術要怎麼研發呢 你要想辦法湊一對 比如說我想要研發這個重型坦克技術的話 你想獲得這個技術 等到你就要打兩張 打一對 然後你保留一張 一張牌漆掉 你自己選的保一張 一張牌漆掉 以後你就有這個技術了 你擺一點 我就會 給我重坦克 你是湊一對 這是湊一對 OK 好 那接著 這研發技術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我就直接研發 比如說啊 我有湊一對 我就直接獲這技術 第二個則是 你有獲這個技術 你可以說我蓋著 還沒有獲得 你說我先蓋著 等到以後任何時候 你需要 你就可以直接攤開 說我直接獲這技術 OK 但是請記得 如果你蓋著 比如說我蓋著 欸 我有 我研發技術 但是我先蓋著 還沒有獲得的話 你的手牌上限要簡易 會控你的手牌上限 OK 再來 那當然有些牌 可以跟那個特殊牌搭 那記得 如果跟特殊牌搭 是要棄掉特殊的牌 要保留一張正常的牌 OK 那請記得 不能有兩張都是特殊牌 一定是要有一張是正常 再搭配一張特殊的 OK 好 那技術是這樣 反正就是湊一對 好 再來 介紹你可以提升你的工業值 OK 那工業值怎麼提升呢 你們請看這裡 工廠發費 這裡 工廠發費 這裡 工廠發費 一開始它軸心工廠發費是 6 7 那怎麼樣呢 一次提升一級 比如說工廠值就想辦法湊 你可以連打多張 比如說 以它來講好了 它是要6 我說欸 我打兩張 加起來是6 我就可以提升工業值 你可以打一次多張 至少就是要最低是這裡 一次提升一級 最多提升兩次 最多是指那個回合最多 最後只能提升 所以說 比如說 一次只能提升一次 就是說 我已經提升一次了 下回合我再提升一次 那你就不能再提升了 一回合最多只能提升兩次 OK 好 這就是投資牌 當然 那投資牌還有一些特殊公用牌 那這樣都是 直接打出來 有發動效果 OK 好 那基本上就這樣 就是 打外交 發展技術 提升工業 好 例子這樣子 OK 那怎麼時候結束呢 三個玩家同時喊PASS才結束 三個玩家同時喊PASS 比如說你出牌 他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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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結束了 那一開始可以做哪些P 一開始都可以建造 那科技的意思是 科技意思是讓你的那個 你的戰況會發展會 戰況會發展得更有力 比如說 以這來講好了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一開始 以這張技術來講好了 摩托畫布 一開始步兵 請看這個格子 木模就是他的移動力 木模就是他的移動力 可以看背面 像是一開始步兵 只能走兩步嘛 那黏研巴這個技術 你就可以走三步 在哪裡會行 那不是我說到兵種是 兵種的話 那我講這個格子 這個兵種就是要塞 這是要塞 這是空飛機 這是航母 這是潛艇 這個是海軍 這是坦克 你看這個啦 等一下 這是步兵 這是護航 護航對四 那我的意思是說 它移動三 那這個 A1 NG 你打的類比 對空對海對地 對沒錯 對空對海 N是什麼 N是什麼 N是海 Never 我以為那個S才是海 那S S是潛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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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懂了 OK 它有分對空對海對地 D是GRAND Grain 對地 跟潛艇 潛艇 就是這個S 它有對空對海對地對潛 分四少 這是你要打的目標類型 你剛剛說 我研發一個重坦 它是先開轟 我可以先轟你 喔 原來它的科技是在寫在這上面 對對對 它不是寫在這上面 好像奇怪了 這沒有什麼變 不是 都可以照 重坦是先開轟 對重坦是先開轟 就是它的科技其實是寫在上面 對 它不是寫在這邊 它不是寫在格子 這個格子是說它的 行動的 基礎的細 對 基礎細節 那我先講好 這基礎細節 它從上到下 代表是說行動的順序 像是要塞一定先動 再來是空軍 再來是航空 也就是說要塞一定先轟 再來是空軍再轟 再來是 再來一定是航母轟 這是你的順序 然後轟的代表你要決定 對空對海 對地對潛 那它上面的數字代表是說 你要塞它以下才算重 比如說A2 一二串重 N3代表一二三重 了解 G4代表一二三四重 對潛到一二三重 以此被推 所以這是要塞嗎 對要塞 要塞一定永遠先轟 它就代表行動順序 超強的 對 然後空軍再來是航母 再來是潛艇 再來是海軍 坦克 步兵 然後 那原來先轟就只是 永遠是第一嗎 還是比要塞先 先轟的話的意思是說 先打掉你的血量 你再回擊它 嗯 不是啊 因為它也會高過順序 高過要塞 首先第一個 它的先轟意思是說 它的順序一定是從上到下 行動 如果遇到 都是兩個步兵的話 防御方先轟 嗯 那它的先轟是說 你就是攻擊方 如果你研發技術 你攻擊方可以先轟 比要塞還要快的意思 不是比要塞快 一定是要塞先 再來是空軍部隊 同兵種的先轟 對 那OK 對 如果遇到同兵種 防御方有優勢 它一定防御方多線 攻擊方先轟 那如果你研發那個技術的話 就變攻擊方先轟 攻擊方先轟 OK 這是先攻 OK 好 那就這樣 那基本上就這樣子 對 連三喊pass 才會結束這個階段 只要有一個 比如說你出 應該董董儀式 那我是跳過 反正是連三喊pass 才會結束 OK完了 沒有沒有 快快快 為什麼步兵的攻擊力 比坦克還高 因為坦克先動 政府階段 坦克先動 在最後才是步兵 就是它步兵命中率比坦克 比較高一點 這樣子而已 好嗎 坦克行動順序 在這裡 我知道 你剛剛問問他跳過了 commenter face 才有開始移動跟戰鬥 他跳到怎麼樣 沒有我已經講了快分分之了 我直接政府 我都對啊 政府完了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 命令階段 然後接著講這遊戲重點 OK 我快速講你 我跟他 快速講你 我跟他 他精神突然就贏了 他精神突然就贏了 真的 他精神後弱 OK 這個時候跟他打神秘就對了 那我贏定了 那接著來 那接著來 這精神所謂的季節 季節有分那個春夏秋冬 OK 剛剛我們在跑的時候 他這邊也會跑 就這樣 那一開始春季 然後請看牌上面 牌上面有分三種季節 這裡 分春夏秋 那我教一下 春Spring就是春天 Summer就是夏天 Four就是秋天 OK 好 那你可以看顏色 綠色就是春 這種棕色就是夏天 這種比較這個就是秋天 OK 那有分三個季節 春夏秋 OK 那輪到季節的時候 你可以出牌 你也可以不出牌 那出牌的時候 你牌下面蓋著 比如說現在是春天好嗎 那你就牌下面蓋著 然後就換他 一樣也依照這個順序 輪流出牌 你可以不出牌 那什麼時候呢 三個輪流喊趴的時候 你出牌就只能強制喊趴啦 那你也可以不出牌 對 那當然你也可以出投資牌 你可以騙騙人家 也可以 那接著比如說 好了 比如這一回合春天 只有兩位玩家 你跟他出牌 他不想出牌 那接著 雙方同時打開 注意這投資牌是虎人的 就沒用到就丟掉 但他有出牌就春天 他就可以動作 OK 那動了之後呢 他有分 他有分 ABCD跟數字嘛 對不對 G6 那這字母就代表說 先動的順序 A先動 B再動 B之類 對 也就是說 雖然你的出牌順序是可 可是先動順序不一定 就是依照你字母 動 然後後面數字來說 你可以動幾個部分 對 這不就是 這不就是 對 這樣一一定就是先動 他可以先動 再來是 ABCD 沒有打就不能動 沒有打就不能動 OK 好 我先講正常的 但還有所謂緊急的 我先講正常 像青天春天 他就先動 他可以動五隻部隊 那動五隻部隊呢 你就這樣動 譬如說場上 隨便 你就隨便動五隻啦 每一隻只能動一次啦 簡單講就這樣子 然後接著 等到你就先移動階段 你就到處移動 那移動力 這一個區域就是一個 就這樣子 像步兵就只能動兩波 就是看移動力 像步兵就只能動兩波 兩個東西 一時類推 OK 那接著 那我要講一個比較重要一點就是說 你可以選擇侵犯中立 什麼叫侵犯中立 像是這種 小的國家 要侵犯中立 所以你要侵犯 或是打人家之前 你要先宣告侵犯中立 你才能再進去 OK 那我先講什麼 要宣告侵犯中立 比如說我 奧地 比如說他目前 還是就是中立國家 那我想直接打他 我說我宣告侵犯奧地的中立 宣告侵犯中立之後 他就會生一個中立的部隊 根據他的造極值 兩個圈就是2 他就會有一個2的要塞在這邊 中立的要塞在這裡 OK 宣告侵犯中立 你才能進去打他 OK 再來接著 你宣告 你比如說一個玩家 對他宣告侵犯中立 其他的玩家都可以抽牌 根據造極值抽牌 比如說他宣告他侵犯中立 其他兩位都可以各抽兩張行動牌 OK 那這樣宣告侵犯中立 OK 那這時候對邊界限制就有作用了 請看這邊界限制 這邊界限制 就是說 當你要過去打人 或是想從戰鬥脫離的時候 就會起邊界限制 地面單位 沒有看藥塞 藥塞不會動 藥塞一個整分子存在 而藥塞本身不會動 OK 那這樣這一個邊界就可以過來三隻 OK 那知道就不能再過去了 邊界限制在這邊 因為他的表格在這裡 這個三個曲線是可以過三個 然後河流 這個河流 森林 是可以過兩個 那其他的只能過一個 包括這海峽 山脈 只能過一個 你可以怎麼動 你可以說 這三個從這邊過來 這三個從這邊過來 OK 就是才會有六隻進去一下 對 沒錯 那你從這邊過來就只能過來三隻 一次類推 OK 緊限地面單位 那你空軍要過來幾隻都沒關係 海軍要過來幾隻都沒關係 只限地面單位 有限制 OK 那過來就是打 那我就直接講 過來打的話 就是根據你這個表格 比如說你過來這兩隻好了 他是 比如說是四一嘛 對他是二嘛 那要塞就先轟嘛 根據他的上面的這多少顆 好不好意思 閃運才很好 他 你一開始轟你要決定 他的類別 那像是步兵 他的 他的類別就是對地 那我先講解一下好了 來那要塞不管他 要塞是對地 要塞他是地面單位 這個是A 空飛機一定是A 那 航母、潛艇都是N都是海 還有包括下面的海軍都是N 都是對航 坦克跟步兵是G 是地面單位 然後 護衛護航隊是地面單位下海的時候 他會變成 他的目標是N 這裡 他是地面 對 空軍 這時候你轟的時候 你要先說我要對什麼類別 OK 比如說 他是都是地面單位嘛 我就直接轟兩顆 比如說重一 如果重的話 記得 戰力最高的先損 戰力最高的先損 如果都是同戰力的話 你自己選擇要損哪一隻 OK 好 比如說他重一嘛 原本是三二 他一定先損 接著 接著輪到 這個順序就輪到坦克 就輪到他轟兩巴 都沒中 因為他對地是G二 二一下才算重 他沒中 接著換步兵轟 重一 重一的話他原本是二 他就會轉一 一直在一堆 不是這樣子打 嗯 那 入戰 只打一輪 入戰只打一輪 輪到該單位行動的時候 你有兩種權 第一個就是開轟 第二個就是撤退 OK 那 打完一輪 如果戰爭結果還沒出來的話 他就持續僵局 那個 該地的擁有者會恢復直立 那其他就會直接攤開給你看 OK 好 那地面單位基本戰鬥就是這樣子 記得 我再補充規則 就是說 基本上 單位碰到敵方單位一定強制停止 除了兩個例外 第一個飛機 第一個潛艇 飛機你就把它想證 飛過去就對了 第二是潛艇 這兩個是 你可以直接通過敵方單位沒關係 其他就碰到敵方都會強制停止 OK 好 那撤退怎麼撤退呢 那撤退有分兩種撤 一個是移動階段把它移開來 第二個是戰鬥中撤退 我先講戰鬥中撤退 那戰鬥中撤退 就撤到旁邊你的地區 不是交戰鬥 那當然如果 簡單講如果你是攻擊方 這回合你是攻擊方 你從哪邊打過來 你要撤就會退回到你原本巴西攻擊的地方 OK 接著如果你是防守方 如果你想要撤退的話 你不能人家從哪邊打過來 你當然不能撤到他打的方向 你就是往後面撤 OK 再來 你可以撤到地面單位 你可以撤到海上 但是前提是那跟海上一定要有你的單位在 OK 基本上撤退就這樣 再來 這是基本上的戰鬥中撤退 撤退就撤到旁邊 那還有一個是移動中 比如說 因為這場仗不是還沒打完 還保持著 然後在移動階段 你不想打 你想把他移開來 可以 那第一步一定是移動到旁邊 你的地 你的地 然後沒有戰鬥 之後你有移動力可以繼續跑 只是記得不能再重新打人 OK 好 基本上地面單位戰鬥就這樣子 OK 那接著我講解一下海戰 快速講解 那有兩個是例外 第一個是空軍 空軍的話 你撤退的時候 撤退到旁邊 不是你的地 或是交戰士都可以 但是你只能經過 不能停在這邊 比如說 你飛過來打他 然後你想撤退 撤退的話 比如說這在交戰中 你可以飛過去 回到自己的地 可以這麼做 OK 但是不能停在這邊 OK 你只能飛過去 類似飛過去改名 OK 好 那接著我講海戰 海戰的話 就這樣 就是當兩方陣營 就這樣 OK 那我先跳回來一下 就說 這個海戰 這個地 一開始如果你雙方 是處於peace狀態 類似公海概念 也就是說 可以有一方的 跟 比如說他是海軍好了 比如說我兩個海軍 跟兩個海軍 停在這邊 這是可以的 都是雙方的 類似公海概念 都是雙方的地 都是雙方的海 都是雙方的海 那假如我跟你他宣戰的話 比如說剛剛好 有兩個方在這裡的話 輪到你有兩種血的 第一個留下來戰鬥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把他移開來 OK 好 那接著他戰鬥呢 海軍的話 就沒有一輪了 就打到完為止 打到只剩下一方為止 OK 就一直轟一直轟一直轟 接著他有個特別的規則 我問一個問題 你剛剛從和平狀態 變成戰爭狀態嘛 對不對 那大家在海上 那沒有所謂的進攻方跟防禦方嗎 有啊 有進攻方跟防禦方 那要怎麼決定誰是進攻方 先戰的那個人 先戰 比如說這回事你先動 你選擇要跟他戰鬥 輪到每個玩家輪到你一動戰鬥 輪到外人家一動戰鬥 對 所以你這回跟他先戰 你想留下的戰鬥 你就是攻擊方 好 怎樣判定攻擊方跟防禦方 你過去打人就叫攻擊方 陸地我知道 我只是剛剛那個海的那個 海的那個 誰宣戰嘛 比如說我這回我跟你宣戰 然後我不移動 不移開來 我想留下來 那這時候發生戰鬥 你就是攻擊方 好 空軍也比到外面 空軍也不會在一起 OK 好 那接著還有一個規則 就是說 你第一次打人家的時候 這場戰鬥強制發生 我只是陸地 第一次打人家 就是你第一次打人家 這場戰鬥強制發生 那之後 如果你譬如說這場戰鬥沒打完 後續要不要打 之後再決定 你可以打 你也可以不打 OK 好 再來海軍的話 就是打到完為止 就一直打 一直打 那我先講一個特別的規則 在海上 他有所分一個group戰鬥群 什麼叫戰鬥群 比如說你從一個地點出發 跑過去 他們都是同樣移動的 同樣移動的路徑 跑過去打他 比如說我從這邊過去打他 這一群 從這邊跑過去打他 這叫做兩個群 OK 那這種情況下 一次只能一個群打 OK 然後每次都要更替 比如說這次他們先上 上完之後下一輪他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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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嗎 可以嗎 那就是簡單講 一個群就是說 他從一個地點出發 都走同樣路徑跑過去打他 這叫做一個群 OK 好 那再來就是打到完 那其中有幾個特別的規則 來 第一個 在海上 在海上空軍只打一輪 雙方都一樣 只打一輪之後就要強制飛回去 飛回到你的地方 只打一輪 OK 都只能用呂貝斯 OK 那我先講解撤退有分兩種 第一個是普通的撤退 第二個叫做呂貝斯 只限那個空軍海軍跟潛艇有重返基地 呂貝斯 什麼叫呂貝斯 你可以獲得兩倍移動力 回到一個你自己的地 然後不是交戰的 這叫做呂貝斯 類似板航跟那個板航的概念 你可以普通的撤退 你也可以說呂貝斯 兩倍移動力回到自己的地 OK 那空軍是強制 他撤退都是用呂貝斯 那其他的都是可以 要不然就撤退 要不然是呂貝斯 要不然就是重返基地 OK 好 第二個 航母 航母有個特殊的戰鬥限制 沒關係我直接講 你可以看背面 他有一個特殊的限制是說 你可以打完就跑 而是說N1開火之後 你可以N1開火之後 立即撤退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要不然就開火 要不然是撤退 他可以開完立即撤退 在 這裡 對 對 指線航母 指線他可以開完火馬上 打了就跑 N1 會降低到N1 打了就跑 S打了就跑 就是N1開完立即撤退 OK 再來 潛艇 潛艇有個特別作用說 一輪結束的時候 你看要不要B站 就是回B站 這也是潛下去 B站的話 你就直接把潛艇簡單的蓋下來 那你就是B站了 那B站 他的B站有什麼作用 可以直接跟你講 他沒有控制這個地 只是他可以擋貿易路線 也可以擋戰略移動 OK 那B站就是打打打 打到奔出勝負為止 OK 好 那基本戰鬥就是這樣子 好 那基本戰鬥到這 命令就是可以動幾個 好 就這樣子 簡單幾季一個重點 就是說 兵線限制指線 地面單位有限制 其他沒限制 那陸站只打一輪 海戰的話打到完為止 OK 好 這樣 那陸地也是有兩個群的打打 沒有 只有海在 只有海有分那個 對 只有海在有分群 OK 好 那補充幾個特別的規則 第一個航母 好 那個 航母的話 他遭受 他只要扣鞋一次扣兩滴 OK 第二個 是 最後不是有個 吸的那個Cover 最後底階的 這個是護航隊 那護航隊是指什麼意思 是說 類似地面單位下海 就是最後一個 就是護航隊 注意護航隊本身他是沒戰鬥力的 他不能打人 也不能脫離戰鬥 然後如果他扣血一次扣兩個 OK 簡單講你如果護航隊被人家抓到直接死就對了 他本身沒有戰鬥行動 OK 對 那他受到傷害一次扣兩滴 他不能過去打人 他也不能脫離交戰 因為他本身沒有戰鬥行動就沒有開火跟撤隊的問題 好 再來 基本上就是移動戰鬥 就這樣子 OK 剛剛我掃漏一個就是 什麼時候可以宣戰 第一個 就是說你要打小國家你要先宣告侵犯中立 第二個 你也可以對玩家宣戰 看你高興什麼時候都可以 但是記得請在你移動部隊之前宣戰 你不能移動完再宣戰 在你移動階段還沒移動任何部隊之前 你可以對任何一個玩家宣戰 所以他是什麼 Command Place 對現在是 命令階段 命令階段之後有個移動階段 在移動階段前 對 就是說你移動任何單位之前 如果你想宣戰一個玩家 在移動任何單位之前 你不可以偷偷移動然後又宣戰 移動任何單位之前宣戰 簡單講 你要宣 比如說你想要對一個玩家宣戰 你要移動單位之前宣戰 宣人家的人要扣一分 比如說你是這個 你對他宣戰 宣戰的人家 比如說我對西方宣戰 這個時候會翻面 扣一分 扣一分 然後被宣的那個人 比如說你被他宣 他是軸心 被宣你可以把他拿走 你的工廠花費可以減一 被宣的人工廠花費減一 OK 我的是減二 那你在對第二個國家宣戰 還在扣嗎 沒有 這個宣戰是對玩家宣 你對小事宣說 宣告侵犯中立 那我改個說法 那你對第二個玩家宣戰 再扣一分 就一直扣就對了 對 你頂多只會扣兩分 因為一個是西方 一個是蘇聯 就是說你只會扣兩分 OK 那被宣的那個人就把他移走 你的花費就會減低 工廠花費就會減低 以後你就比較容易提升你的工廠 因為你被人家宣了 OK 好 那其實就是這樣 OK 好 那接著 我講解一個特殊的規則 基本上大概都講完了 我直接講特殊的規則 第一個是美國 OK 注意 那之後我們會決定誰玩誰 注意玩西方玩家 美國一開始是中立的 一開始你不能動用美國的部隊 OK 那美國要怎麼樣加入呢 第一個外交 利用外交 他比較特別是 其他人不管怎麼放影響力 他都不會給你加任何的資源 只有西方有把影響力上去 他會加資源 然後注意美國只會加入西方 不會加入我們其他兩個陣營 OK 那其他兩個陣營怎麼放影響力他上去 都不會給你加任何的資源 只有西方才會加 其他陣營把它擺上去 只是拖慢他的步驟而已 OK 那第一個 怎麼讓美國加入呢 第一個很簡單就是靠外交 把它變成西方的 嗯 好 第二個的話就是 被軸心宣告侵犯中立 對 對被軸心宣告 比如軸心對他宣告侵犯中立 美國立即加入 或者是 有 有地方單位在加拿大 美國立即加入西方 那加入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有分兩種 請看這個女人問題好 再補充 有沒有看到一個美國標記 也就是說到1941年西方免費自動獲得一點影響力 以此類推 這裡有個美國棋子 西方玩家在這一年他自動就獲得一點影響力 一般是要打這張牌才獲影響力 他到1941年自動就獲得一點影響力 三個就會加入 三個就會加入 第一個影響力 喔喔喔喔 喔喔 好 接著 依照正常來講 如果是說不是宣告侵犯中立 說他是靠外交或是靠這個獲得北國的話 OK 首先一開始就是設置部隊 他這邊會有兩級要塞 這邊會有四級要塞 然後再來在1942年西方會獲得免費的部隊 至於是免費的生產力 一點戰役的空軍一點戰役的海軍 一點戰役的坦克跟一點戰役的步兵 免費的之後他可以馬上花費生產力馬上再轉 以此類推1943年都是2 1944年都是3 以此類推 每年都免費的 1942年是4個部隊接移 第2個4個部隊接二 第3個4個部隊接三 每年送部隊出來 對每年就送一隻海軍 一組一組送 然後越送等級越高 對沒錯就是這樣 這是正常加入來講 然後如果你比如說軸心宣告侵犯中立 或是這邊有敵方部隊 他立即加入 立即加入的情況下 比如說你限高侵犯中立 他除了部署這部隊之後 馬上部署1942年的一級的戰力部隊 接著下一年生產就馬上部署二級的戰力 再下一年部署三級的戰力 OK 反正就是他參戰第一年就送一級的一組 參戰第二年送二級的 不是有分兩種 第二是靠外交和平 如果和平的話 他可以在1940年就加入 只是還沒有免費的部隊 那跑到就知道了 對 因為他有很多很多個讓他加入的方法 然後有的會有 後面會送一些 有的會有 有的不會有 OK 那快講完 這就是逼我們打他 沒事弄一堆部隊 跟你和平都不行 OK 好我快講完只差補給跟貿易 我快速講解 好就這樣子 移動戰鬥 就很簡單 你知道玩家移動戰鬥 移動戰鬥 移動戰鬥 然後在結束的時候 會判定部隊的補給 補給 補給在什麼時候判定 你進入戰爭狀態的時候判定 什麼叫進入戰爭狀態 就是這個 你對人家宣告戰爭 你只要對他宣告 我們兩個都處在戰爭狀態 OK 宣告戰爭狀態的話 該部隊要有補給線 維持補給 那補給線怎麼看呢 補給線就是要連到 該陣營的主要跟次要的程式就好 比如說 比如說以德國來講 他 比如說我直接攤開 他可以連到這裡 他也可以 因為這裡已經都是他的 他可以連到這裡 你就是穿過你自己的領土 你自己的領土 OK 補給線 補給線只能穿過自己領土 中立的玩家的 或是敵方的都不能通過 除了一個例外 海峽 海峽的話 他是中立或是玩家的 你可以通過 之外 其他都是一定要自己領土 他才會算補給線 你只要想辦法連到 你的主要的 你自己陣營的 主要的跟次要的 就可以 他就賺了補給 還有一個特別 就是說 比如說這處在交戰狀態好了 比如說這裡 處在戰鬥 雖然是處在戰鬥 但是這塊地目前還是你的話 他也可以算過去 OK 好 那就是這樣 失去補給的那一地區部隊 全部都損一點戰力 OK 好 這就是補給判定 只有在戰爭喔 戰爭狀態 只要你和平狀態 都不會算補給 都直接要過補給 OK 接著 貿易階段 貿易階段也是 戰爭階段 戰爭階段 才會算貿易的封鎖線 OK 在這遊戲裡 有兩個資源 人口 跟三角型資源 都有可能被封鎖 那被封鎖的情況下 所以可能原本你這裡 可能被封鎖的別人降低 OK 那貿易線怎麼算呢 一路一海原則 OK 守著海 海線的話 就是跨過這個 海的邊界 或大洋的邊界 或是海峽的邊界 OK 就說這個算海 這個算海 那路 或是沿海的邊界 像這跨這個 這裡算海 那陸地 就是這些陸地的邊界 一路一海原則 那 這些資源全部都是要回到 每個陣營的主要首都 OK 所以有可能中路會被擋 比如說 他在這裡 比如說我跟他宣戰 他是這些資源都要想辦法回到這邊 可是你看他這是海嘛 這海他可以算路也可以算海 海海海海海 比如說這都中立的 他到這裡 過不去啦 對不對 他到這邊就被擋住 那他這邊就會被封鎖 封鎖的話會放這標記 一個資源打差 就被封了 OK 封鎖的話你的這些 都會降低 OK 好 一路一海為原則 你不能說 路 海 路 都不行 一路一海為原則 不能海 海 路 海 都不行 就一路一海為原則 OK 好那 貿易線可以通過中立的 注意喔 貿易線可以通過中立的 也可以通過自己的 那海峽的話一樣 只要是對方玩家或中立的都可以通過 那當然這樣就是我這樣 就是貿易 貿易就可能被封 那到目前為止有問題嗎? 打了才會有問題 沒有啦 就是這邊一看就是那個 他要靠海把這些物資送回去 嗯 那你只要 你要開戰的時候 要先斷他的那個 這邊 這邊這一大推的回去 那他就沒多少領地了 沒錯 OK 好 你在這欸 你確定? 不是啦 他死西方了欸 你知道我說有人在這 你確定? 我是玩德國嗎? 啊不玩 好 第一年對所有世界懸戰 Me too 希特勒降臨 OK 好 那接著 補給 補給是每個季節結束都會判定 那封鎖什麼時候判定? 夏天 夏天時候才會判定封鎖 夏天時候才判定封鎖 其他都 其他時間都不會判定封鎖 OK 所以即使你在春天跟夏天 把那個 路開通了 他還是封鎖 一定要到這個 這個 夏跟秋之間 才會再重新判定 他是通的 就是 對沒錯 就是在夏季 夏季才會 可以判定所有的那個 貓衣 是不是封的 還是通的 OK 那其他階段都不判定封鎖的 但補給則是每個季節都要判定 OK 然後再來 快講完了 補充兩個 這階段就可以結束 第一個 有沒有看到緊急命令 緊急命令這裡 緊急命令 什麼叫做緊急命令 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季節是春天 可是你卻是出其他季節的卡 這叫做緊急命令 緊急命令的話 其他西方跟蘇聯只能動兩隻 軸心可以動四隻 那緊急命令有什麼限制呢 你不能跑到對方的路上 第二個 緊急命令應該回來沒有戰鬥行動 你可以增援 但是沒有戰鬥行動 比如說這場 這在你的地上面 這場本來有戰鬥 你可以 再送部隊過去增援 但是不會發起戰鬥 OK 好 最後 春 冬季 注意冬季 冬季只有蘇聯可以出牌 它可以出任何一張牌當作冬天 戰鬥民族 但是請記得 它只能在紅色的地洞 包含戰鬥、戰略移動、移動 只能在紅色的地洞 物歸民族 然後再來補給判定 只會判定紅色地區的 就紅色地區的所有的陣營 只會在紅色地區判定它的補給狀態 OK 好 然後接著我忘記講 戰略移動都只能在 戰略移動就是說你要戰略移動都可以 就是Double移動力 只是不能交戰 你只能在你自己的地洞 就這樣 好 那這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遊戲就整個一輪 一輪 一輪 OK 所以總共就是看年份 對不對 總共打十年 對 1936到1945 OK 然後再補充一下 最後有一個 生產階段它不是會有 封鎖的check 嗯 這時候check是不是會 這時候check是說 check原本已經 之前在夏季有封鎖嘛 它會這時候check它有沒有暢通 有暢通它就會把它移掉 那沒有暢通它就維持封鎖之後 就會被那個 會被降低 它不會產生新的工作 它只是判定它有沒有 後來有沒有被導通 OK 好可以開始了 好 那我們看 誰要扮演西方 誰要扮演軸心 誰要扮演蘇聯 這個遊戲只能三個人嗎 對 只能三個人嗎 對 所以 那你就坐那邊 給你先選啊 我懶得動 會不會照你的個性 你會選希特勒 我沒有操 對全世界選戰 好 那就這樣吧 OK那就這樣 OK好 所以我們是合作的還是 我希特勒 所以對啊 我 我們可以合作 也可以 希特勒是一個人打全部的 你可以 你軸心 這遊戲也可以 我怕你光處理它 就處理不掉 這是三方牽制 沒有它這個 這個是三方牽制 三方牽制 它不是嚴謹按照歷史 它自由度很高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只是說那個 它當初就是一個人打全部 對 沒錯 整個大陸都被它打光 你也可以這麼的談 所以只要被宣告戰爭 你都是戰爭狀態 你後來不可能會變為和平 那你 比如說 這塊地給我的意思是什麼 說 我跟它打仗 就被它戰 它說你這塊地給我 它就把他部隊撤走 你跑過去戰 類似這種概念 嗯 或是說外交階段說 你都不要對它用 就是雙方都不要出白對它用 你可以這樣嘴跑 好 那開始 請開始設置 初始設置 好 初始設置要什麼設置呢 請看設置 比如說 在設置表 這邊設置 然後上面就是 代表是部隊數 然後抽牌 像是 那部隊數設置 比如說像是倫敦 倫敦你就可以設置三個部隊 所以這設置部隊 這什麼類型 學變你挑 類型學變你挑 OK 嗯 比如說你可以在這邊放 步步談 或是三個海軍 都可以 學變很自由 那只是有一個重點說 海軍記得設在沿海 就這樣 那其他的部隊設置 都學變你 那一開始就是一滴就對了 對 都是一滴 全部都是一滴 那有些像是 不要在地圖上 這個是額外給你的 像一開始它這邊 就有四戰力的海軍 然後它一開始攤給你看 但是有說它就是四戰力 然後之後看完它會放這裡 對 像是這裡就有一等級的藥塞 在這裡 直布的圖 你們是要朝上還是朝下 沒有這個一開始額外設置 是大家都知道 我說我們往下放 往上放 這邊放 不是 我說二是在下面還是上面 往上啊 這裡 一二三 寫往上 寫往上 一等級的 要散 加上這邊有一隻步兵 一等級的步兵 OK 那其他的就按照表上面設置 這是它額外給他的 好 這個遊戲只有三個國家的戰力會到四 英國 美國 跟 德國 其他的都最多只到三 那其他勢力的兵就是中立而已 沒有 其他都是你的 一開始義大利就是德國的陣營 一開始法國就是英國陣營 那蘇原就是他 義大利也是你的 現在義大利就只能設義大利的 德國只能設德國的 反正也是 反正你一個人控 以國家來講可以控 他們都是同一個陣營 兩隻兵 喔 那個 軸心比較特別 他設置的都是Double OK 一般來講他是看人口 像輪等有三人口 他一定會有三隻部隊 嗯 像他如爾 像巴黎 兩個人口他一定會有兩個部隊 但是你的所有都是Double 像是博爾英的話就六隻 如爾的話就是四隻 他的部隊數會Double 其他都是正常的 他是單位3 還是一個單位3 什麼 他下面寫 就是 單位 就是一點戰力的 三隻 對 一點戰力的三隻 對 都是一點 都是一點 一開始都是一點 然後 單位類型隨便你射 單位類型隨便有射 對 隨便你射 莫斯哥什麼最強啊 有沒有建議射法 嗯 這看要怎麼打法 自己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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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是在哪裡啊 全上 全上 根據你的打法不同 說實設計也會不同 就看圈圈就好了 這城市在哪裡要找欸 你來在 來請講 你看這個圈圈啊 這個圈圈就餓了沒 這一樣的意思啊 那沒關係 坤林 來德里射兩隻 他用兩個去 我怕一隻隻都跑掉 德里兩隻 只能是英國的 這個 那個部隊死了 會放回來這裡 是不是 就放回這裡 就放回你部隊死 以後可以再找 他沒有永久移除 但是部隊數目就是這麼多 魔靈6隻 5242 對 乘2 然後乘2 對 只有軸心比較特別 他的部隊數Double 一開始7隻手法也是Double 其他就這樣 對兩隻 大家不要看喔 沒關係 先蓋著 對可以先蓋著 然後這裡一隻 不要看 看也不會影好照